中国沈飞研究所申请基载垂发装置专利 这种装置有何作用 战机也能用上与军舰一样的垂发吗 基载垂发又有何前景 近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一张专利申请表果了 因为被申请的专利叫做 一种基载内埋垂直发射装置 对于垂直发射装置而言 我们并不陌生 现在很多军舰上就有这样的装置 但加上基载这两个字 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了 难道歼20也可以用上垂发吗 根据申请表的介绍 这款专利属于垂直发射领域 涉及基载内埋垂直发射装置 这种装置装备到飞机上后 飞机除了保留前向的导弹攻击能力以外 还具备了向机体上方下方的攻击能力 提升了作战飞机在近距离空战中的攻击与防御能力 听其介绍不难明白 这款基载内埋垂直发射装置 就是把军舰上那种垂发装置安装在飞机上 而通过申请表上的示意图可以看出 该垂发装置具备24个导弹垂发单元 设想一下 如果有一架战斗机一次性发射24枚导弹 并且无死角攻击 是不是很不同寻常 那么问题来了 战机真的有必要用上垂发装置吗 相比较传统的导弹发射架 垂发的单发弹占用空间小 可以多填弹 其次 垂发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的导弹 另外就是垂发弹可以全向攻击 无死角发射 省去了旋转发射架 或者吊转武器的时间 同时 由于垂发装置一般都是深埋式 也增加了单位的隐身能力 这也是现代军舰普遍用垂发代替导弹发射架的原因 当然 军机与军舰的作用还是大商径庭的 军机着重于快速突防能力 也就是在对方防空火力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打完就跑 因此 隐身性与机动性才是首要考虑的 载弹量反而成为次要因素 而且 如果挂弹太多的话 还会增加被敌方雷达探测的风险 如果能用垂发装置来解决战机挂弹问题的话 无疑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但却会牺牲不少内部空间与重量 因此 这值得吗 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 大国纷争逐渐成为新的主题 我们知道 随着导弹技术越来越成熟 同时 中美俄等国在防空系统上也花了大功夫 而如何突破大国密集的防空网络 就成为其他大国必须考虑的方向 比如针对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 美国就开展了一项名为 金杖汉国计划 就是美军战斗机会同时向目标 投掷多枚新型鞋同式小直径制导炸弹 这些炸弹在被投放后 会通过数据链互相交换信息 从不同的方位飞向目标 目的是分散对方的防空火力 增加突防概率 这个设想是挺好的 只是 要构建一个庞大的智能导弹网络 整个系统的运算是极其复杂的 并且容易牵移发而动全身 在2020年11月的第一次测试中 就因为炸弹被投掷后 软件出现问题 无法向引导系统发动制导命令 导致两枚炸弹没有落到目标区域 也就是说 整个计划还是依赖于系统 而机载垂发装置 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让每一枚导弹能独立运作 并且通过无死角的攻击 而分散对方的防空力量 如果军机也能用上垂发 那么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增加自己的饱和攻击能力 同样的 像预警机 运输机 与加油机这类辅助型飞机 用上这套装置 则能提高自己在战场上的生存力 这么一看 军机用上垂发装置 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 可问题是啥 目前各国都没有采用呢 主要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知道为何军舰要用垂发 主要是因为军舰最需要的是空间 无论是巡洋舰还是大型驱逐舰 都需要保证位置来安装雷达等电子设备 如果采用导弹发射架或者是巨型舰炮 无疑都会占有很大的空间 这样一来 深埋式的垂发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但现代的军机整体空间本就紧凑 在这种情况下 军机以保证重量为主 最看重的便是发动机推重比 因此现代军机大多追求钛合金机身 以及高推重比发动机 其目的就是减轻重量 然后省下足够的负重量来提高油量 油量的增加就意味着起航程的增大 军机的优势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相比之下 要不要安装垂发装置 反而并不需要考虑 现代战机也不会给其留油多大的空间 就现状而言 机载垂发装置实际上并不实用 也不适配当前的某一款飞机 也正是因此 当这项专利出来的时候 不少人高呼离谱 但这项专利就真的只是鸡肋了吗 其实也不见得 如果说当前的军机无法适配 机载垂发装置的话 那么可不可以专门为其设计 一款新型战机呢 机载垂发的好处是 载弹量大且不破坏隐身 那么基于此 可以设计出一种身武酷机 垂发系统兼容空对空 空对地以及反辐射导弹 武酷机不要求高速 但是要高度隐身且机体要大 作战时 先潜伏到作战区域 一旦目标出现 就在预警机的指挥下 发射导弹攻击 而由于垂发 具备无死角攻击能力 从低轨道卫星到地面目标 都能够成为其打击目标 另外 这种机库能有效转化燃料 就可以考虑采用火箭助推器 使其航程不会受到 重量太多的影响 也可以考虑让这种5机库 处在低轨道位置航行 利用地球引力提供动力 以一次在天上可以待长达数年 并能以地球每一点为目标 而这类武器 中国恰好就在发展 2021年7月 中国航天集团宣布 成功首飞亚轨道 重复使用运载飞行器 一些专家推测 这款航天器 便是此前盛传的 神龙空天飞机 有些类似于美国的X37B空天飞机 而这款空天飞机是中国腾云工程的一部分 腾云工程旨在设计出一种 背负式的单级入轨飞行器 并发展水平起降天地往返飞行器 从而降低航天成本 考虑到未来大国竞争将会在太空中进行 腾云工程可以说是中国角逐太空领域的重要计划 如果说 未来中国的空天飞机要装备武装力量 以应对敌方太空军的威胁 或者对敌区形成威慑力的话 那么 这种机在垂发装置 不就能派上用场了 这二者结合 又让人想起 过去被炒得火热的亚轨道轰炸机这个概念 有专家推测 未来战略轰炸机的作战领域 可能要突破到亚轨道空间 因为等到未来空天飞机发展成熟了 那么它从军事角度而言有相当的作用 第一 可以具备非常强的突防能力 因为它的速度高达5至20马赫 一般的防空系统根本来不及对它进行反应 第二 使用非常灵活 具备快速反应能力 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反应 第一时间到达 在时效性与速度性都非常完美的情况下 亚轨道轰炸机有着十分强的实力 此前 美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而中国或许也早就布局 另外 去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通稿上 还公布了一项名为超大型航天结构空间组装动力学 与控制的理论研究课题项目 该项目旨在建造一座尺寸达千米量级的超大型航天器 这对于现有的人类航天器而言都是极具颠覆性的 将这些消息综合在一起 中国是不是真的打算造一款艰辛劍呢